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 来对我们的账户 去做安全检查 账户安全检查 比如我们检查有没有一些 什么呢 没设密码的用户 对吧 它的登录效是否异常 有没有URD号为0的用户 那大家看我们都检查哪个文件呢 一个是检查我们的 账号文件 一个检查我们的密码文件 这里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这其实也是一个脚本 也可以做脚本 那大家看我们用到了一个字段 用到了一个工具叫IWK 我们知道IWK最擅长文本截取吧 对吧 文本截取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 你们能看懂这个命令吗 告诉我 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 首先大家来看 大F应该理解了吧 字段分割幅是冒号 这个Dollars7就是第7个字段嘛 匹配 这个是两个等号 当第7个字段是这个善悟的时候 我就打印第1个字段 第1个字段是不是用户名啊 是吧 大家要看一下 好 来看看 首先 大家要理解 是吧 这是第7个字段 是吧 那比如我现在我去改一下 用户这个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了 时间有点短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GRIP U2ETC Password 对吧 ETC Password 那现在呢 大家注意 我这样去改了 Use Mode 大S 小S 把它改成 SB 哦不 这样不用改了 我们只要看哪个用户 AWK 这样看 AWK AWK 我们去截取 F冒号 对吧 冒号 然后呢 我们去打印 打印哪个字段呢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第一个字段 是 打印 注意啊 这数据 这表明是一个条件 对吧 第七个字段 注意这是用什么括号 过起来 小 小括号 平常我们是不是只 只用到的这个动作 print $7 ETC Password 是吧 理解 是吧 嗯 那我们现在呢 大家看 比如说$1 是这样的 那我现在去打印 哪些用户的shel 所以我这时候 加上一个 $7 等于 追双引号 当是 bassel的时候 我就把它打印出来 理解 那这时候 大家就可以检查 有没有异常用户 因为我们知道 当用户的shel 是这种shel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登录系统啊 特别是程序用户 对吧 理解 对吧 比如说那我现在呢 我去稍微再做一个实验 user mode -s sb no login u2 我把u2的shel 改成了 sb no login 那我现在呢 我们能看到这个效果 也能马上出来 我把它改成 查找 有没有用户的shel 是这种的 no login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这些用户的shel 都是no login 你看了吗 对吧 理解 嗯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检查 URD号为0的用户 那大家可以看到 URD号 我们说在我们的password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对我们 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对我们这个文件 要对这个文件要有了解 就是对这个文件当中 你看 第一部分 大家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用户名 第二个呢 影子密码 第三 URD号 第四 加D号 第五 描述 第六 加目录 第七 shel 对吧 每个字段 大家要理解什么意思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要检查 URD号为0 那肯定是第三个字段 所以大家打 awk 杠 大f 毛号 然后呢 这样在打的时候 对吧 大家要注意 要英文状态下输入 你看 刚才有的说 在中文状态下输入的过号 和这肯定是不一样的 包括中文状态下的单引号 是不是也不一样 你看了吗 对吧 中文状态下的双引号 是不是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你的输入方法 一定要切换到英文 好 否则就可能会出现报错 对吧 好 这是条件 刮过号里面是命令 是吧 那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的第三个字段 $3 等于 多少 0 对吧 插到第三个字段为0 然后我就把 print 把第一个字段打印出来 对不对 然后找到我们的文件 是吧 现在就有root的用户 那是不是比较正常 理解 这是检查系统中有无空密码的用户 那就是这样做的了 对吧 有无空密码的用户 没有 对吧 没有 好了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一块 账户的安全检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